關於兩岸的交流的部分 終於有這個彩線團來囉 我們來看一下大陸彩線團 會不會可能可以加速解禁令呢 去哪裡呢 去了馬祖福州的彩線團來了 看到了熱烈的歡迎 還帶上這個滑拳 而且你仔細看 很多人都是90後年輕人 這一次叫做馬祖彩線團 他們是來自福州市 那麼參觀哪裡呢 經典的地方都去到了 馬祖酒廠北海坑道 大旱據點聚金沙落 還有呢金沙聚落 還有短坡山秦碧村 然後七月一號呢 就要回到福州 那麼對於兩岸的觀光 那麼雙方的觀光協會的負責人 都是怎麼樣來看嘛 相關單位看比較準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理事長 許敬瑞他就分析啊 兩岸過去都承諾過 彩線團如果正常完成 會陸續展開旅遊交流 那目前最急迫當然就是解禁嘛 立委賴斯堡說 看來兩岸的確只剩文化交流 現在就看能不能從中有善意 降低敵意 那連王鴻威都說 現在呢宗教經貿也要破冰啊 不然兩岸速殺的局勢 會讓民間交流也綁手綁腳的 那偏偏呢有一些人在網路上 就會有一些訊息 譬如說呢宇北辰又來了 他說哇市民反映在主委 海邊散佈發現共匪的這個通報海巡處理 什麼東西我們來看看 的確有一個紅色的這個五星旗 旁邊寫個化學什麼然後中國人民 好但是呢有人回覆 其實這叫做中國海軍的EEBD 是緊急逃生的呼吸裝置 一針又被自己嗆到了 我們先來看這則新聞好了 我們先來看彩線團 等一下再來回來看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到馬祖觀光大家臉上難掩興奮之情 福電赴馬祖彩線團22人 三天兩宴行程的第二天 要持續參觀馬祖巨神像 天后宮和八八坑道等知名景點 下午結束南竿行程 在轉往北竿觀光 我們期待這個彩線團能夠順利圓滿 而且留下好的印象 到不見到馬祖後續的觀光 能夠有所幫助 自己正面的來看待 我們期待兩岸之間的人民的 來跟互動 更善意的這樣的一個堆疊跟累積 這趟彩線團交流 被視為指標性關鍵活動 旅遊業者更期盼 兩岸觀光正常交流 政府趕快解除附入禁團令 在野黨呼籲兩岸得要先溝通 才能讓人民交流更順利 這個文化交流其實非常的重要 畢竟兩岸都是同文同重 那麼交流起來其實是越交流 台灣其實是越安全 雖然兩岸局勢持續緊張 甚至到兵凶站圍的地步 但有大陸學者分析 大陸也珍惜兩岸長時間建立起的交流 不會因為賴清的上台而停擺 更有專家認為大陸對台灣政府 和對民眾有很大區別 民間交流會持續 不會因為政府管道行不通 就放棄民眾放棄兩岸交流 在黨更喊話新政府要正式民意 兩岸關係對於台灣來講 是重中之重 尤其外交國防兩岸更是總統的權責 呼籲民進黨政府 如果沒有辦法正視國人的民意 以及希望兩岸和平穩定 發展的一個現況的話 那這樣真的是愧對國人 各界社徵喚就盼新政府 能顧慮百姓 讓禁團令能有轉圜 恢復交流 讓兩岸共融 借黃明君離學SG小組臺北報導 我沒事我沒事 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好剛看到余北辰說 他發現了一個共匪的這個 而且還特別 他用這種詞其實蠻不禮貌的 反正有網友就回覆了 他說這個叫做中國海軍的EEBD 就是緊急逃生呼吸裝置 什麼時候會用呢 就是一般海軍或船員 遇到船隻失火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拋棄式緊急用品 所以韓兵哥就怒啦 他就說拜託 逐圍那裡的海灘 每天一大堆漂流物 余北辰如果願意去淨灘的話 那更好啊 只是最近國防部常發布 這個中華民國的防空識別區的圖 我們可以看到共軍四面環海 但是其實這個從兩年前開始 到現在好像我們也慢慢的習慣了 只是內航看門道 我們來看一下戰機臺灣北部常常飛過來 包含了七架戰機逾越中線 主戰機無人機直升機十架次 然後呢在巴士海峽 也就是臺灣的南方呢 也常常會看到無人機啦直升機 很多軍事專家都說他們在練兵在演練 那麼退降栗政傑就說 其實佔滿了屏東小琉球海域 栗將軍認為喔 兵兵戰危 前立委郭政樂亮哥認為 賴清德是不是準備把一物一當肉包呢 時事觀察家花俊雄大哥說 兩岸真的打起來大陸 大陸頂多被撕破臉 但是對臺灣人來說是滅頂之災啊 所以從1月總統大選到現在呢 政府宣布對大陸的旅遊警示升級為橙色 我們來看一下淡江大學的戰略所教授 李大中教授他就認為 他說各項重大指標都沒有正面訊號 顯然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他們都說要維持現狀 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製造對立 因此呢李大中教授悲觀地認為 未來三年兩岸關係可能會持續抗爭 從今年1月份總統大選之後到現在 尤其在520之前 大家有不同的一些揣測 但是我們仔細看看這些大事記 所發生的狀況 包括我們邦交國諾魯斷交 然後520演說之後 那個蔡總統賴總統 在就職演說裡面 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相隸屬的言論 再把中華民國憲法跟所謂的國籍法做個架接 整個兩岸關係我覺得還是往下走 軍演 軍演之後呢 還不要忘記還有這個驚嚇事件 沒有一項是正面的訊號 一直到目前為止 然後6月21號國台辦的這個 懲治台獨的22條意見之後 我們陸委會也不甘落居下風 馬上有一些應堆心的作為 就是橘色的這個旅遊警戒 半年過去了 我覺得兩岸關係 沒有一絲一毫的正面的訊號 我覺得很不幸 未來至少三年多之內 我們的兩岸關係還是會是如此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每個總統都說在維持現狀 但是現在的現狀 跟過去八年現狀不同 蔡總統認定的八年現狀 跟馬總統不同 因為最簡單一點可以判別是 在馬總統執政的任內 我們會有討論 這樣的問題的可能性嗎 不可能對不對 大家那時候在講的是說 兩岸之間要如何的增進交流 要減低一些彼此的風險 或是說能夠 台灣能夠很順利的 能夠加入WHA成分觀察員 IKAO能夠突破 或是在哪些場域裡面 有一些更彈性的空間 並不是說我們自我喪失國格 或是對對岸如何如何 這個過度的折動浪浪浪 不是啊 但現在這些議題 變成我們每天所討論的焦點 這個還能叫做維持現狀嗎 看一下 國防部二十九號公布的解放軍 進入台海周邊的空域示意圖 二十三架解放軍機 二十架次逾越中線 部分的軍機距離基隆 只有四十海里 那麼栗振傑將軍分析 他說你不要只看國防部公布的數字 你要解析國防部沒說的 譬如說俄羅安比東方發現了一架直升機 那就代表在航空識別區外 一定有一艘可以搭載直升機的大型軍艦 軍事上的意義來講的話 你火力所到的地方 也就是他可以到的 不是說很狹隘的說 一定要兵力到那個地方才叫包圍 而是火力能夠到的地方就叫包圍 譬如說我們反空降作戰 我們講究的是兵力未到火力先到 所以說我們看這個圖來講的話 事實上你不要說是很狹隘的 光看紅線所標示的 國防部所標示的 你要看他這個火力可不可以到 其實這樣不是只環台而已 我覺得現在全台來講 除了環台之外 代表我們現在全台灣來講的話 尤其是西部來講 都是在他已經火力的打擊的 所及的位置 那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圖 我覺得有幾點跟大家 這個往日來講 比較特殊的一點 就是我最近注意到 每次來講在台東外海這個地方 一定有一艘直升機在這個地方 那直升機外面一定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圖的範圍 我們只標示出我們ADIZ 就是防空識別區 因為防空識別區外面 我們國防部就不標示 那這直升機外面 一定是有一艘這個軍用的 而且是大型的艦艇 在這個地方 包括他這個直升機 一定從艦艇上面起飛 那現在來講 第二個就是國防部來講 目前所公布的 我們看到這個圖 大概是只有講飛機 但是他沒有公布軍艦的位置 我覺得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其實軍艦的威脅力 一定是大於飛機 因為軍艦他能夠停留時間更久 他說他的攜帶量更大 另外海警船他也沒有公布 我也在強調說海警船代表他執法能力 如果一開始的話 他可以用隔離的方式 隔離就是用海警船 我一直認為說是 海警的這種威脅能力 對不對 對我們台灣的這種影響力 一定是大於軍艦 那軍艦又大於戰機 今年的兵推 CSIS兵推是什麼樣一個場景 就是說如果說解放軍 隔離作戰的兵推 他們推演一個狀況 就是說如果說是大陸來講說 你所有台灣的船隻 必須要經過我的同意以後 你才可以進入台灣的港口 如果沒經過我同意 你就不能進入 那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怎麼處置 你知道我們怎麼處置嗎 林非凡 我簡明了就講林非凡 他在兵推上面他講什麼話 他說我們就立刻派 這個無人機到上面去空拍這種 解放軍阿靶的場景 對不對 要登船林檢這些 要進我們台灣港口這些船隻 來用空拍機去拍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我們只能打嘴炮嘛 然後輸入於世界輿論 後來兵推下一個階段 就是人家回答這個問題 你知道外面的廠商怎麼回答 航運商怎麼回答 我們會去跟中國登記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朋友 食物 就讓我表明輕緒 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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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